北宋初年统治阶级为了缓和矛盾 采取发展深谈的措施 短时间内出现了经济相对比较繁荣的局面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北宋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 集权统治造成的消极影响开始显露出来 到了北宋中期矛盾日监锐 北宋初期实行的故意兼并的政策 放任地主阶级四五季战的兼并土地 财政收入不断的减少 宋太宗时土地集中已经十分严重 农民为了争取生存的权利 他们只有拿起武器停而走险 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已经是此起彼伏 一年多是一年 北宋中期统治危机的重要内容 即农官农兵农费 北宋军队数量与日之俱增 太宗时仅有进军19.3万人 太宗时增至35.8万人 真宗时增至43.2万人 仁宗时猛增至82.6万人 全国军队包括乡军在内已有125.9万人 为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的开支 再加上谈缘之盟之后都要向辽和西夏缴纳大量税币 朝廷的财政负担日益沉重 其中以军费支出数国巨大天下六分之财兵占其武 由此可见 当时北宋存在的严重的财政危机 变法改革已经是势在必行了 完此变法的内容有很多 可分为理财和整军两大类 前者包括军书法 清苗法 农田随利法 免疫法 自疫法和方田军税法等 后者包括江兵法 保家法 保马法 和射军器间等 总的来说具有进步的作用